它基本上實際上就是一個對應關係 也就是說有一個 城市一定會呼叫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畫面 那這個觀念就是有點像那個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聽過一個 現在最 城市開發的主流是MVC的架構 MVC的架構 那實際上這個裡面一定有View V的話就是View View的話就是這個 那我們的Control就是從這個 這邊有個Control C的話就控制 由他去控制他 把這個畫面顯示出來 然後一旦我呼叫他的話 呼叫他做他再把Page2給 啟動起來所以他們之間是一對 這個是裡面這個是外面 那這種關係呢 這個這個在Android裡面設計呢是 蠻 蠻平常的 所以要特別了解這個部分的設計方式 那接下來就說呢當我按下按鈕的時候 當我按下這個畫面上的按鈕之後的話 他就會去執行什麼 這個ManActivity裡面的程式 程式嘛 我剛剛寫的這個 宣告Button 因為畫面上面 我必須把它做連結 然後做事件 那我要怎麼樣 這樣可以再去開啟它 並且利用Second的這個類別 幫我開啟這個Page 那特別注意喔 我們必須要做幾件事情 第一個呢 你要先登記 因為我們剛剛 產生了一個新的Activity 可是喔在那個 這個專案裡面有點像喔 你家裡面 有出生的一個 小Baby 你要去登記戶口一樣 那戶口 這個 有個 Enjoy的Manifest 這有點像護證單位 你要去做登記 如果你沒有登記呢 這個 這個Second 是不存在的 那我們要怎麼登記 特別之於 把 Enjoy的Manifest打開來 裡面的話呢 請各位看一下下面有個好幾頁面 其中有個頁面叫Application 這個Application就是指的就是上面這些 就是Application 我要把它登記 預設有個 MainActivity 已經登記 這個預設都會登記 可是第二個Second有沒有登記 沒有登記嘛 所以你把Add一下 Add之後的話 它會出現呢 讓你去選 你要登記什麼 登記 Activity 對不對 所以按確定之後 那這邊就有一個 Activity 那名稱在哪裡 在右邊 請你把它按一下 Browse 瀏覽一下 他自動會去找 找到之後 他會秀出來一個Second 請你把Second按OK 這個有個Second 然後套用的話 記得 再點 Activity一下 記得套用上去 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登記完畢了 那在最後面這個頁面會出現一行 登記的畫面在這裡 其實 一般的書裡面呢 它主要是給你程式嘛 那實際上呢 我們剛剛做的動作是不用寫程式 就自動產生的 當然你也可以自己在這邊打一行程式 也沒有問題 也是一樣 可是我是覺得 你用這個方法應該會 比較簡單吧 圖形化 大家都會 OK 第一個 請你打開 這個 Enjoy Manifest 登記這個Second 登記完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要寫程式 那寫什麼程式在哪裡寫呢 在 MainActivity裡面 寫什麼呢 當我按下這個按鈕 1 2 3 按下按鈕之後的話呢 我要做什麼事情呢 我要把那個 Active把它開起來 可是呢 特別注意 在 Android裡面 設計的 概念 它 Activity是不能隨便 可以讓人家打開的 如果要打開它的話 一定要透過另外一個 類別 叫做Intent 所以呢 在Android裡面 第二重要的應該是Intent Intent 我要怎麼宣告呢 特別注意你就在這邊 宣告一個Intent的一個類別 那比如說我在這邊的話呢 我就宣告一個 Intent 那特別注意Intent 它的 I大寫 那名稱叫 I好了 然後呢 等於什麼呢 等於New一個 New一個什麼Intent Intent 給一個小括弧 不要傳任何參數 分號 那它會有一個錯誤產生 油標放上去 就要做什麼 賄賂 因為它 不認得 預設不會認得 Intent 賄賂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就宣告一個 物件名稱叫I的 對不對 然後Intent 這個物件裡面有個方法 I點什麼呢 你就寄一個set 一樣set set什麼 setclass 這個setclass 其實class Java有沒有 他compile之後呢 就變成什麼 就變成 點class 所以你就記得點setclass 就是 我要從 他 呼叫他 就叫setclass 你就選setclass 之後的話 然後接下來他問你說呢 你的 原來的class 是哪一個 那我們就是 你可以用getification 或者是說呢 你告訴他是這個 main activity 我們現在的 activity 所以這邊的話請你把上面的 類別名稱 把它做個什麼 把它複製貼上 後面點一下 點this 就指的是自己就對了 我們現在的位置就是在自己 那後面的話呢 我要 打開的是哪一個呢 打開的那個叫什麼 second 所以你這邊打一個second 名稱的話就是這個 記得跟這個一樣 你不能打錯任何字 點之後的話特別注意 他後面 你本來是點java 可是compile之後為什麼 compile之後就是點class 所以呢這邊的話記得 打一個 不是點java 是點class 最後結束掉 也就是說我利用這個intents做什麼事呢 幫我把 從 目前的activity 再把這個 這個第二個class 叫起來 把呼叫起來 好那我這個時候呢呼叫之後呢 還沒有辦法 去去執行 最後要執行的話呢 記得就是要寄一個方法 叫做 Start Activity Activity 他有一個方法叫 Start Activity Start Activity 打錯 Activity Activity Start Activity 之後的話 刮呼 後面他會 跟你要一個參數 請你把intents 放進來 Intents放進來 結束 這樣子的話呢 他就這三行呢 他就可以知道你當你按一下按鈕之後的話 他就會自動幫你把second second執行 然後呢 second執行之後呢 他裡面會有一個什麼呢 SetContentView 就會把 Page 把它打開來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程式碼 對不對 然後把它做一個save之後 再做一個執行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把它弄起來之後的話呢 我們來在模擬器裡面看一下 把它載進來 那載過來之後的話呢 原則上會先什麼 載第一個頁面對不對 而且生命周期會出來 然後按一下這個第二頁 頁面的時候呢 應該要怎麼樣的 跳到第二頁 有沒有看到 第二頁就跳過來了 那如果說我今天第二頁 這個地方要結束的話 那你還必須怎麼樣呢 在我們的PageView裡面 再放一個按鈕 這個按鈕呢 我們名稱也叫做 把AD test 名稱叫 也叫B01好了 那當我按一下他的時候呢 我要能夠怎麼樣呢 能夠回到前面的 那一個 Activity 就第一個頁面的話 那特別注意 直接就是把它關掉 關掉的方法就是Finish OK我想 你們先試試看 先把剛剛我講的先完成好了 那我把重點提示一下 第一個 請你先登記 這個 第二個的話在 Main Accuity裡面 撰寫三行程式 OK我等一下再把這三行程式 放上去 或者你們可以參考一下那個 我放在上面的 裡面也有這三行 把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退圈 好 ест 3